以前的视频你已经学过正前行函数的伸缩变换和平移变换 这个视频咱们再来看看它的综合变换 比如从y等于sinx到y等于2倍的sin2x加四分之π再加1 你知道这可以咋变过来吗 要弄清楚是咋变化的 咱们就从最后这个式子开始想想变化路径 先把1丢掉 让要求的这个式子从它变过来 再把四分之π丢掉 让这个式子从y等于2倍的sin2x变过来 再把x前面的2丢掉 让这个式子从y等于2倍的sinx变过来 最后再把前面的2丢掉 就是sinx 所以让这个式子从sinx变过来就成 从下往上分析清楚变化路径 接下来就是从上往下写出变化过程了 先看从sinx到2倍sinx 式子前面乘了2 显然得把这个函数图像上的所有点 横坐标不变 纵坐标伸长到原来的2倍 再看从2倍的sinx到2倍的sin2x x前面乘了2 显然得把这个函数图像上所有点 纵坐标不变 横坐标缩短为原来的1分之1 接着看从2倍的sin2x到2倍的sin2x加4分之π 显然在x上加加减减是在进行左右平移 不过再看平移多少时 还得把这个2先提出来 所以从这个函数到这个函数 根据左加右减一定是往左平移了8分之π 好了再看最后一个变化过程 从这个式子到这个式子 显然是在进行上下平移 在这个式子后面加上了1 根据上加下减一定是往上平移了一个单位 所以从y等于sinx变化到这个式子 你得经过这四步变化才能得到 看来以后再遇到这种复杂的函数变换 你就从它入手 确定变化的路径 再从给你的式子开始 一步一步写清楚就成 好了讲了这么多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 如何分析正弦性函数的综合变换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到变化路径 确定路径之后按部就班写清楚就成 好了本姑娘就讲了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